眼尾无限的时候对人说有什么挑战呢 这个角色对于我来说其实蛮难的 他那种俏皮可爱 他又那种喜欢皮皮的花园度 其实对于我的说是一个挑战 以前的时候真的没有这么活泼 这么多谎 对不起 很好听啊 来 给你先唱一下 住一户生死 悲欢 几少年郎 明月就何来长望 不如潇潇洒洒 离别风和浪 天涯去共悠扬 我们当时录音的时候要怎么想起来 因为我们录音的时候 他要策判一个就类似于 类似于像MV的东西 然后我们俩要对嘴 对 我跟老王一起录的 然后我们就对嘴 对对对对 然后那边就狂Q 你们俩眼睛往上看一点 不要往下看 看不到你们眼睛往上 像这个词 那个词比较的古风 然后我们俩又要沉浸在那个曲子里面 又要听他们随时cue我们俩 我们俩做反应 这还挺好玩的 对问在台词的东西 我独自这台词的东西 不能去死戒 如果让我死戒的话 我肯定卡壳了 包括刚刚我看到 806发了一个我卡壳的花絮视频 我和武器造色伞员是爆山伞员 爆山伞员 不输蓝 不输蓝 不输蓝事 蓝铃金事 余梦江事 就是这些 那台词会不会就是顺慕别人台词很少 台词少其实很难 像鸡胸就是台词挺少 但是我觉得他真的挺难的 他那个角色 那你和其他演员 现在的初音证的现象也去掉了吗 其他演员呢 我觉得大家都还是挺好的 除了就我跟老王 对 第一次见到老王觉得挺高的 慢慢熟了之后 发现其实就是一个小朋友 然后我们俩就 平常就是经常 怼来怼去 打打闹闹 其实就很正常打闹闹 我不明白为什么 现在他会曲解到另外一个意思 王一国老师 副造衣博 站站过往前站 还想也没错 全部对方的 误会异常 我们当时看那个提播 提播上面有弹幕 我们俩就念那个弹幕 就说站站站站站站 还有你粉丝叫站站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田田 不是田田是谁啊 田田 然后我又说是我 他真的很甜 没有了 反差萌吧 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你如果你有妹妹了 好吧妹妹非常有趣 一个美国角色 张成了 到最后 只有金鸣陪着她 你有听说过你自己是 统一半圈 什么人的做法 哇真的不敢当 这种话太可怕了 我听到我瑟瑟发抖 瑟瑟发抖 我觉得就是一个正常人 对 就是一个正常好看的人而已 不要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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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要这样 那网友说你的机场餐 那是为了一个学习吗 那是个小机场可以 主要就是适合自己 如果有粉丝跟你想 但刚才还喊你宝宝 你会怎么会对付 啊 谁还不是个宝宝呢 喊就喊嘞 你说过情书吧 哎呦 就是一个平安夜的说 说到了苹果 那你遇到喜欢的人 会主动出席 还是会被交接受 如果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我会主动 嗯 怎么在多少岁 谈恋爱结婚 35吧 说想嫁给你 你会怎么回应他们 等我到35再说了 说不定比我还先 先结婚呢 你上一次扑是因为什么时候 拍戏 就结断了 那当然啊 不然跳坑里 无水印表情包 都是要哪里收集的 其实会收集一些有水印的 我给我听到一些 特别喜欢的表情包 你说我了 哦 我说了吗 说了 这碗人的小苹果 是不是会讲的 就是捏他耳朵 啊 他就说那句 哇 捏小苹果的耳朵 你身上哪个词 只会露得5000最少 我觉得 啃我 啃我 反正叫自拍 我觉得是 就遇到困难 就会某 某 某足那个劲儿 然后把它挺回去的 那种感觉吧 如果可以这边 后半一天也有什么 坚果吧 以坚果的视角 净躺一天 因为我妈今天 天天跟我发坚果的 那个视频跟照片 还挺羡慕我家坚果的 有妈妈疼爱 最喜欢小配发教练 叫我什么吗 小战 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称号 可以啊 可以啊 没问题 都可以